不管我今天是六十七十八十 只要我还是演员的话 我感觉的很骄傲 车保罗的身高和长相 在香港娱乐圈注定当不了主角 只能当甘草演员 心甘情愿为他认做绿叶 奈何港圈影视风光不在 很多迷信艺人只能来内地发展 然而很多像车保罗这样的老演员 早就失业力谋出路 车保罗为了生存在菜市场任职保安 每天疏通下水道 处理客人的投诉抓小偷等琐碎的事情 即便如此他也非常热爱生活 为了录制无限超越班 车保罗特地辞去了工作 这档综艺里请的都是非常出名的老戏骨 每个人都有红遍大江南北的作品 只有车保罗是个例外 他的代表作只有鹿顶记拿得出手 而他也只在里面施压了个小角色 当场所有明星老师都有人选 可他的鹿顶记却无人问津 现场已度非常难堪 可他没有抱怨反而真诚的自我推荐 好在许卫州打破了尴尬选择了他 反观范士奇车老师再三邀请他 他也是果断的拒绝了 最后车保罗时隔24年再演胖头脱 跟他一起搭戏的许卫州演技过关 他也给车老师长脸了 而范士奇坚持的作品却受到不少人批评 对此你怎么看